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请李律师来 我们大家都知道李律师非常的忙 他有时候出庭 有时候有很多的法律上的事情 但是我们还是想请李律师来 原因就在于说 最近一段时间或者说近一两年来 中国对美国的投资的形态在悄然的发生变化 大家不要忘了 在这一次第六次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的会议上 两国讨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中国美国双边投资协议 虽然在这次对话会中没有签 有很多人说这是留在11月份 欧巴马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作为一个成果 两国元首一个成果再去签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双方互利的一个条款 当然也有些其他问题 我们还会请教李律师 就说明中美越来越重视彼此的投资 根据媒体的报道和一些官方的统计 就目前为止 现在中美双方的投资额已经高达了1000亿了 中美的贸易大概在5000亿 它的投资额在1000亿 所以签订一个协议是有必要的 最重要是我们发现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随着中国人逐渐的富起来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 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的企图和报复 希望向海外市场发展 当然美国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首选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以及咱们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 向吸引外资和走出去对外投资 这种双向的资本流动相结合 我们有实力对外投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原因 中国企业随着自身自己的资本积累 也积极走出去去拓展市场 开展投资合作 也就是说我们的企业 也有比较强烈的对外投资的冲动 所以中国企业现在应该说遍布全球各个地方 李律师 现在就您接触的case和您的了解 现在中国的那些商人 无论是大商人小商人 国企还是私企 现在他们到美国来投资 或者说他准备到美国来投资 现在的趋势和几年间相比有什么不同 现在我们感觉到这几年下来 现在更多的中国企业现在更注重 前几年中国已经买了很多很多的美国政府的债券 他就觉得这是最安全的一个东西 一点八兆了 一点八兆 这其实是不正确的 你要知道他为什么美国一直在逼中国 回报也不高 对啊 回报不高 而且他到时候要你人民币升值 是 只要一升值你这钱就比较值 等于说这钱就等于说交给没有 就就就就就没有了 你一升值的话 你的利息全都没了 对对对 所以中国政府呢 现在似乎感觉到意识到这一个问题 所以这几年呢 他们开始鼓励 央企也好 国企也好 民企也好 希望大家的走出去 他鼓励那个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的话 大家都知道 美国这个这个这个制度 这种制度来相对来就是比较稳定 投资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地方 应该说是你讲的一点不错 是一个投资的首选 我想中国政府也清楚这一点 中国的企业家 他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一点 所以这几年呢 你注意到 中国来这边投资的更多的是什么 房地产 对啊 最多的是像我们做的很多 像这个那个酒店的投资 还有一些 还有一个方向的就是说 从那个高科技方面的那个投资 还有就是能源方面 能源方面投资呢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美国政府管得非常的严 你如果说战略储备方面 你是绝对不让你外国人投的 CIFR是卡得非常严 你根本不可能投资这方面 所以除非你是在这个战略资源之外的 你可以做一些投资 但是那还是比较慎重 但是高科技方面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也是管得非常严 所以唯一能够敞开来给中国大陆投资的 就是房地产这方面 现在房地产我们也注意到 在我们洛杉矶地区有几个特别华人居住的地区 已经成为了中国大陆朋友们 这个投资的热点 对 除了这种家用的房地产以外 这种商业房地产 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商业房地产现在也是非常热热热热 尤其是在酒店这方面 从小型酒店 我们记得在台湾走过这条路 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 当台湾一下子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 他们很多人投资美国 也是投资酒店 就是service hotel这方面 但是他们投资大多数都是在做motel 就是汽车旅馆那种性质比较多 我也注意到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 发现很多汽车旅馆的owner都是台湾朋友 对 可是中国这次来投资 投资的项目往往不只是这些汽车旅馆 更多的是有一定规模的大型的旅馆 比如说三星四星级以上的酒店比较多 因为它的资金规模相对比较大 你像去年我们做的一个 Torrents万豪的那家酒店 它就有487个房间 蛮大的 对非常大的一个酒店 是万豪酒店 所以它那个有品牌 位置也好 它Torrents里面是那个最大的一个酒店 这个城市的很多活动啊什么的都在里面 我们举办的 它还有一个land one 非常眼光 对 而且非常好 他们投资这个的话呢 酒店就是说很多人 有些人有些人不看好 但是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稳定的在美国来说 因为在美国投资美国 他就不能指望 尤其对中国大陆的客人来讲 他不能指望在美国能够什么一本万里 就今年投资 明年有一个暴力 明年涨一倍 或年涨三倍 不可能的 这种事不可能 可是美国有一个好处 它是稳定 对 像投资酒店 它有什么好处呢 它有两点好处 就第一呢 你有那个operation income 就是你们投资酒 你要入住 你提供服务 这有服务 马上就有收入 这收入不一定会很高 每年大概6% 8% 但是你别忘了 这是一个房地产 除了这个收入之外 还是一个房地产 你现在买回来 对不对 过了几年 这个房地产是增值的 到时候呢 这方面又有一个收入 所以你加在一块的话 这个收入的回报率 还是蛮高的 而且根据美国的 房地产业的估计 随着美国经济 逐渐的逐渐的恢复 虽然可能联邦 我们联储会 可能会加一点利息 到了15年以后 但是总的来讲 还是在一个低息阶段 而且美国经济 蓬勃的发展 他们甚至估计说 美国的房地产 会繁荣到2018年 甚至还会更长一点 这也是我 这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 就是说现在 因为这种起飞 从2011年 10年开始 慢慢开始复苏 到现在已经开始 take off了 估计这个趋势 应该在2018年 到2020年之间 而且我们商业房地产 又比较滞后一点 对对对 比家用的 这种residencial 又相对滞后一点 所以它持续时间 也就更长了 对对对 所以酒店这方面 还是始终被看好 你看现在在洛杉矶地区 很多酒店都是咱们 中国人拥有的了 现在 我还注意到 现在Downtown有一个 然后Hilton在Universal Universal有一个 那也是中国人买下来的 对吧 然后在机场那里 好几家都是中国人买下来的 都是很大型的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 我们在我们洛杉矶当地 在举行一些社团的活动时候 大家都会去在华人居住非常多的 San Gabriel 那家酒店 那简直就是 都是自己盖的 忙的 我们想联系一个 做一个什么活动 都要排队的 要订房间都订不着 对 而且中国大陆来的朋友 他们来旅游 首站就是那里面 那边方便 对 生活方便 交通方便 对他们的衣食住行 也很方便 同时 起码他们语言上 没有什么问题 没错 而且我在听 San Gabriel市的市长 廖先生跟我讲 他说 我们还要再盖两到三个 对 还要盖两个 所以对中国投资人来讲 现在就是 大家求稳的话 大家会朝 这个酒店这方面去发展 有的人去投办公楼 但是我总感觉到 这办公楼的趋势 我是只保留概念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虽然有很多 中国公司 像绿地集团 也在纽约 有买这个办公楼 你想想 整个 现在那个 整个市场发展的趋势 你要知道 一个电脑 你就用一个电脑 你就可以做国际贸易 没有错 从头到尾 是 你不用任何办公室 而且现在办公室 讲究paypaless paypaless 对啊 你用不着那么大办公室了 这个趋势是朝这方面走的 没有错 你像一个电脑 我通过 比如说Amazon 我就可以 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包括我去找 找那个 那个产品的 那个源头在哪里 他帮我订 订来以后 他们帮我找仓库 仓库到 配售 所有的东西 仓库 禁关 曝关 全部给一条龙服务 我只要一个电脑 我就可以看 就从头到尾 那我还要办公室看吗 而且现在很多的政府机构 在鼓励大家 stay in home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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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 一个趋势就是办公室会 以后趋势会越变越小 需求量 这个需求量并不会一定会那么大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但是 这是个趋势 这是个趋势 因为在目前看 很多的公司除了成稳之外 他还有比较人性化的管理 对 你要我 其实大家发现 我特别顺便插一句 我看过一篇文章 他特别讲 他有一个部门 他说我们让大家在家里办公 发现在家里办公的效率 其实比办公室要高 要高 原因在于说 他省去了上下班的路上的时间 对 他可以在办公室的间歇 take care他自己家里的事情 而工作并没有有所减少 甚至他有人提出来 效率会提高将近30% 没错 所以如果说 就像您讲的 如果电脑和我们的网络业务 现在的CEO在开会 用不着兴师动众 召集所有人了 一点开自己的电脑 他可以和每一个人视频讲话 对 开会conferencing 所以今天我们李律师 倒并不是要告诉大家 应该投资什么 我们只是告诉大家说 现在投资房地产的趋势当中 特别是商业房地产中 像这种旅馆 美国旅游业永远是美国 或者说我们洛杉矶非常重要的支柱的产业 对 作为他来讲 也许您不能一夜暴富 您也不能够赚很多钱 但是您的投资是安全的 是稳定的 如果您经营有方的话 您会逐渐的获利 不要忘了 房地产本身也在升值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萧峰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和李斌律师呢 我们聊一聊 从他经手的一些案子 和特别是现在中美之间的 彼此的贸易虽然很高 但是彼此的投资的规模 也悄然的在发生变化 现在很多中国国内的朋友们到美国来投资 到底应该投资什么 投资什么东西对你们比较适合 刚才我们谈到了旅馆业 谈到了这个房地产 旅馆业中呢 我李律师刚一开始跟大家讲了 就是首先是一个安全性 呃 李律师除了比较稳妥 安全之外 投资旅馆业还有什么好处 呃 旅馆业这样的话 我觉得很多客人 我发现他们到这里投资 他们很有眼光的 中国现在很多企业 我非常尊重他们 因为他们非常有眼光 非常有有前瞻性 他们来这里呢 投资这个酒店的目的呢 并不只是说在这里能够赚钱 他很到 他只是这个点 在赚钱同时呢 学习一些经验 他们想把这些经验呢 带回到中国大陆去 在中国发展同样的这个 这个酒店业 这个我非常有眼光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对 很多中国的投资人 他实际上已经在中国 已经开始布局 有的已经 已经有了酒店 他们只是想把这里的管理经验 带到中国大陆去 这点我就觉得是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说实践的 实践永远是学习提高的 最重要的一步 是 所以中国的一些企业 到美国来买这些酒店也好 经营房地产业也好 其实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是希望真正实地的学习到美国的管理经验 除此之外 投资还是要赚钱 对 有没有 有没有 可没有一些办法 是 在中国呢 其实说 发现这个中国投资人到这里呢 除了这个 大家有的时候说 大家求稳的话 这个是一个方向 就是 但是如果说 大家说觉得 我能不能就是说 那个投资回报力能再高一些 对呀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 就是说希望的投资人呢 不要把所有的蛋呢 都放一个篮子里面 就把它分开来 有一部分投资比较稳的 这个投资项目里面 另外一部分呢 可以投资一些 比如说啊 这个美国最多的是什么东西 在房地产里面 土地 土地 没有错 对吧 这个土地 在中国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多 而且在美国买土地 有讲究的 对呀 对呀 当然永远还是一句话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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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讲的对 但是呢 它对土地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呢 它非常的这个不稳定 就是呢 它向上涨的时候呢 涨得非常快 几倍几倍的 几倍几十倍的往上涨 特别是宗宁改变的时候 那涨得更快 然后呢 跌起来的时候 也几倍几十倍 可以跌回远点 就是说有这么一个特点 有可能啊 对呀 完全有可能 所以呢 你如果说 你能够承受 这种大的volatile的 对 这种比较大的跌幅的话 跌幅 涨跌幅的话 那我说你可以投资房 投资一些土地 那土地的话 你看现在这个trend的话 是往上走的 没有错 对吧 在这个时候呢 你也许是进场的时候 而且土地是越来越少 土地越来越少 不可能是土地越来越多 但是你要投资土地的话 关键还是要一点 你要掌握好地点 地点还是很重要 而且还要掌握到 你不能买一个荒郊野外 是 没有发 你比如说洛杉矶 整个这个房地产发展趋势 主要是往哪个方向走 往东走 往东走啊 对呀 大家都知道往东走 现在过去 人家海了 戴明洋了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你这个方向 你就要掌握准了 你如果说你能够 就是说你这个 你如果有心理准备说 这笔钱我投下去 我可以五年十年 我不在乎 那你可以投一些 投一些房地产 所谓的holding power 你的holding power 你还有holding power 对对对 就是这么 那你可以投资这方面 这样的话呢 会那个回报率会非常高 就是比如说 我有一个客户 也真是 这是一个案 真正实例 1989 1998年的时候 他当时 那时候 那个投资移民刚刚开始 他就帮香港 他就组织几个好朋友 大概八九个朋友 一起投资美国 在美国 在洛杉矶地区 买了一个shopping center shopping center 很便宜 700多万 750万 就七个人嘛 就750万美金 投了这么一个项目 但是呢 投资移民那时候是非常严的 1998年 97年 98年 是非常严的 所以那个没成功 你猜什么 但是product买了 product买了 那个东西买了 没来美国 人也没来美国 所以七个人都没来美国 到时 到时 2005年 06年 卖掉的时候 他那时候做不成了 他就想有东西卖的 卖的时候赚了多少钱 变成2750万了 这投资太高了 回报率太高了 对啊 由此可见 有的时候 这个地点还是很重要 所以呢 其实我们倒并不是说 你每个case 都可以700万 变成2700万 但是有一点 就是说 投资本身 有很多的讲究 特别是 你从中国到美国来投资 找一个好律师 找一个真的了解 美国市场的一个专业人士 对于你的投资的成功 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律师 我要跟您讨论的是 另外一个问题 是 我相信他们都很高兴 他们也都愿意来投资 对 但是呢 投资美国 一直有一个阴影 那就是80年代 90年代 日本企业投资美国 大家不要忘了 在我们洛杉矶 最高的building 曾经是属于日本公司 没错 Rockefeller Center 都是日本人买到 买去过 当年日本人说 有一句豪言壮语 我还记得 日本人说 我们打不过美国 我们可以买一下美国 没错 可是 十年过来 真的是灰头土脸 日本投资失败的教训 是什么 同样都是外国人来买东西 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一点 就是说日本人进来的时候 那是在美国市场是非常高的 来得进场的时候是高点 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不够 他们觉得我们是 Superior 我们是比你们高的 所以你们要 接受我们日本人的管理经验 日本人的那个什么 你要学习我们日本 确实有 当初美国公司 确实有向日本人 学习一些他们的管理经验 可是你不能全盘 照说日本 你在日本的管理方 在美国是行不通的 确实 很简单一点 劳工法 你这个通不过 没有错 不可能的 大家注意到了 就看最近的十几年 现在这两年少了 过去几年 经常听到日本的主管 去对女职工做一些不礼貌 甚至是非法的动作 在日本可能习以为常 可能是合法的 甚至 但是在美国不可以 在美国就不可以 不过我特别注意到 其实我看到 为什么我请您来 其实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我也注意到很多中国国内 包括台湾 有些华文媒体 大家在评论 说现在中国的这些商家 一股脑的投资美国 会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相信时空不一样了 但是日本人失败的教训 和成功的经验 还是值得后来投资者们 所记取的 您为什么认为说 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将来来的投资者 他们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我没有这样讲 不会重蹈 但是我就觉得 一个中国企业 大家都知道 都一直在防备着 大家都把日本这个经验 作为一个前车之鉴 在学习着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中国这些企业家 我觉得他们很习惯于 就是说我来了以后 很虚心 他们会请 一般都会像这种大型公司 他都会请美国的管理团队 帮他们再管理 你这点很重要 这点很重要 而并不是说强行 把我自己的管理模式 套用到美国公司 日本人是怎么看的 对 这样是不行的 这个我觉得是 这点我觉得是 很大的不同的地方 会不会导 那个日本人的覆辙 我就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预见 以后会怎么样 但是我可以感觉到 就是从这点来 感觉到中国企业家投资 和日本企业 在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所以大环境不一样 像这个小的地方 你就注意到中国投资人 中国企业家 投资美国的这种心态 也不大一样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不一样 我记得我看过一篇 洛杉矶上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配了一幅照片 一个很大的空旷的厂房里面 坐着一个中国的一个中年人 他说这就是中国人的投资 他们投资到美国来 不是先给自己买一个豪宅 不是先给自己住在一个fancy hotel里面 他是买了一个工厂 他天天分分钟钟就在工厂里面 他把全部心思全放到他的企业的经营上面去 这个恐怕这也是中 也算是中华文化比较特殊的一个东西 是的 但是我就觉得这一点都是中国企业家非常好的一些优点 非常勤奋 确实非常勤奋 我也有客户就整天就盯着自己的那个公司里面 真的是一来以后 就是从早到晚 真的是每天每夜 就这么盯着这个公司里面 这样的运作 但是有一点我就觉得还是很重要 就是除了这个他这样的勤劳 勤奋之外 我觉得还是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们也要学习美国人的一些管理的一些经验 必须的 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请 刚开始你进来的收购美国企业也好 请一个非常专业的美国团队 美国的这个professional的这个管理团队 是非常专业的 你要请到他们虽然付一定的费用 但是我觉得这个投资是绝对是值得的 用他们的这种管理 你可以边用他们可以边学习 你这样的这种经验对你是非常 而且我们注意到 其实看到美国的过去的企业经营中 美国有一条铁律 美国说中小企业失败的经验 主要的经验之一 甚至超过80%中小企业失败 是因为管理不善 而不是因为技术问题 也不甚至都不是资金问题 对 就是管理不善 没错 所以美国人自己的公司都因为管理不善而出问题 何况你外国人到美国来开公司 而且这里面还有企业文化的问题 没错 确实有很多而且这一次我也特别注意到 你说的对 其实这些投资到美国来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都做了很多的homework 特别是日本的过去八九十年代这种教训 应该说是非常惨重的 对 你想想到今天日本的经济过去20年的低迷发展 不完全是因为广场协议 一个日本日元的贬值 包括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 包括他对美国投资的很多人的失败 所以这都是以很多因素造成了日本这个国家 在过去八九十年代投资一个很兴盛之后 沉寂了将近20年 所以对中国企业家来讲 中国企业家来讲 除了我们刚才讲这个事情以外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中国要注意的事情 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事情 要注意吸收美国文化 美国的管理经验 除此之外还要学会尊重美国的 它本身的一个制度 就比如说我们需要收购一个酒店 一个酒店或者一块土地也好 千万千万你一定要做净制调查 说了净制调查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我们专门请教李律师 当你投资一个项目 尤其你作为一个外国人 你应该注意什么 先休息一下